大家好,我是风格爱花卉 风雨兰是求静干植物 它的花期是每年的4到9月份 但是也有花友家的风雨兰开花比较少 每次开花也就那么三五朵 或者是有的花友家的风雨兰干脆只长叶子不开花 下面我就跟大家讲一下怎样养好风雨兰 风雨兰在什么样的土壤中都能成活 但是它比较喜欢输松透气肥沃的杀性土壤 千万不要使用粘性较大的土壤养殖 它喜欢充足的光照 如果光照不足,开花就少 或者是引起不开花的现象 风雨兰喜欢温暖湿润的养殖环境 在生长期既不能过于干旱又不能积水 风雨兰平时喜欢淡脸甲比较均衡的肥料 比如复合肥或者是花朵朵二号 和十五号 不能单一的使用淡肥 否则就会枝掌叶子不开花 像我手中的这一盘风雨兰已经开过一茶花了 如果你家的风雨兰到了六月份还不开花 出现枝掌叶子不开花的情况 再排除了是因为品种的原因 还没有到花期之外 就是你把它照顾的太好了 你给它浇水芹肥料炉 让它觉得不汗不落过得很舒适 所以就介入了它的营养生长 而忽略了传增接代的任务 出现这个问题我们给它解决的方法就是停止给它浇水 等盆土干透了叶片打粘了 再给它浇平时水量的四分之一的水 下次等它的叶片再次发粘后 再次重复这个动作 连续十五天之后回复正常浇水 这个时间再给它补充明三二清茄 十天之后你就会将到一盆不一样的 长满花苞的风雨兰 如果你家的风雨兰因为品种的原因 还没有到花期 我们可以现在给它施这种缓氏肥 这种淡连茄比较均衡的缓氏肥 可以缓慢的释放它的肥力 它的肥效可以持续三到四个月 像每一盆大概放两到三克就可以 把它均匀的撒到盆中 这样就可以让花卉在缺肥的时候 肥力得到一个补充 在施化氏肥的同时 也可以每盆给它施两到三克的符合肥 在花期前再给它补充一点磷酸二清茄 只有给它施足了含磷酱比较高的肥料 再给它充足的光照 加上适当的控水 这样风雨浪很快就能花开爆盆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觉得有用 就给我点赞加关注吧 我们下期再见